而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 长期低着头滑手机 肩颈十分的酸痛 只得找上复健科来拉脖子 在入冬前这样的案例就多了三成 另外许多家长呢 则是会用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来安抚小孩 但是医生提醒 这很可能会引起小朋友的情绪不稳 有些小孩甚至连一句话都不会说 低头租越来越多 许多年轻人没事就是低头滑手机 再加上最近天气变冷 到医院复健拉脖子 不再是老人的专利 我们的颈椎比较过度浅寝 时间长期下来甚至会有椎间盘突出 要记得把下巴往后收 因为下巴往后收的一个动作呢 能够让我们的颈椎比较处于正确的一个姿势 年轻人玩手机姿势不良 造成肩颈酸痛 不现在许多家长让幼儿接触3C产品 有案例指出 这容易让小朋友情绪失控 3C产品它容易诱发一个原本就具有比较情绪化 比较自闭倾向跟现实比较疏离 人际关系上比较敏感退缩的人 而是他原本的精神人格情绪和认知状态 受到更不利的影响 一时表示3C产品是引发幼儿情绪失控的诱因 除了控制时间 家长也可以特别注意小朋友的反应 借以提早发现孩童的情绪问题